到时候市场的关注度一定会回到大饼的身上 所以借此机会我们可以在市场无人问津的时候 先来学习比特币生态当中优质的潜力项目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TalkChannel的节目 我是CH 虽然最近Solana的民营币非常热度 出现了Bomb等知名的民营币带来非常大的造福效益 让Solana获得了圈内圈外巨大的关注度 但市场总是流动的 我们可以埋伏其他的领域做的热度到来 虽然最近比特币的热度稍微低了一些 但是比特币在33天之后就会减半了 到时候市场的关注度一定会回到大饼的身上 所以借此机会我们可以在市场无人问津的时候 先来学习比特币生态当中优质的潜力项目 老规矩,比特币减半前的每一期视频 我们都会抽奖100美金的比特币送给各位 参与的方法很简单 点赞留言这期视频 然后进入我们Discord群组当中的Giveaway频道 点击这一个符号就可以了 祝你成为下一个的幸运格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 这期视频我会介绍三个项目 而上一次比特币生态项目的视频有所不同 上一次主要介绍比特币二层网络有关的项目 而今天我想要介绍一些非二层网络的项目 如果你对比特币的生态感兴趣 觉得未来会有热度 可以看一看这期的视频 如果大家没有比特币的钱包 又想去参与一些比特币的项目 建议大家可以用一用 OKS Back to Wallet的这一款产品 OKS基本上全力拥抱了比特币的生态 除了自己有投资很多比特币的项目之外 钱包端也是做得非常好 市场有什么需求 基本钱包端的开发团队很快就会满足 所以如果你要用一个好用的钱包 并且有大厂在背后背书的钱包插件 可以用一用OKS Back to Wallet的钱包这一款插件 第一个要介绍的项目是Coinpoint 这是一个比特币项目的launchpad平台 但是它主要服务的对象很特别 是以太坊上的用户 怎么说呢 就是以太坊的用户可以轻松在他们平台上面 参与比特币生态相关项目的打新 参与一级市场 过去玩launchpad打新的玩家 基本上都是以太坊生态的用户 所以要让比特币生态快速从以太坊公链中 抢夺用户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以太坊的玩家 可以简单的参与比特币生态的项目打新 这一款产品对以太坊主要的用户相当友好 如果你没有接触过比特币钱包 基本上也没有影响 你可以来到他们的主页看一看 有没有感兴趣的项目正在打新可以参与 根据团队的说法 未来会引进更多比特币生态相关的项目 虽然说他们的平台偶尔会上市一些 非比特币生态的项目 打开他们网站 如果看见有感兴趣的项目 如果你想参与的话 很简单 你点击Get KOI 你需要在以太坊主网上面购买他们家的平台币KOI 之后它会跳转到Uniswap的界面 你购买他们的KOI代币就可以了 然后回到刚刚的界面 我们点击这个RAM 我们需要把KOI代币转换为这个DKOI代币 然后才可以用这个代币去参与各式各样的项目打新 如果有你感兴趣的 你就可以用DKOI的代币来参与打新 他们打新的模式类似之前Camelo的模式 项目超标目支的话 会根据比例来分配打新的份额 所以不需要担心机器人快速抢走份额 导致普通用户拿不到新秘的抽码 之前他们第一期和第二期都是和BLC20有关系的项目 分别是BLC20和EVM公链的跨链项目 以及RWS现实世界资产的项目 之后这个项目也会进军BLC20的赛道 此外呢像我刚刚所说的其实他们也会上一些非比特币生态的项目 之前有一些博彩啊游戏赛道的打新 他们团队把自己标榜为这个BLC20的项目 所以之后应该会加大力度和BLC20的生态项目合作 反正如果大家参与一些一级项目的打新 如果你是高风险用户啊 要找一些容易翻倍的一级标的 我的习惯是会经常去逛这些Logipad的平台 看一看有没有优质的项目可以去参与 关于这个代币我简单说一下 除非你们是看好Coinpoint这个项目 否则如果我们要参与打新 不一定要去购买他们的KOI代币 因为这个项目很早期价格的波动也是比较大的 除非之后他们和一些很厉害的项目合作 才会让KOI的代币价格有比较大的涨幅 一定要分析哈 你是看好这个项目还是只是为了参与Launchpad 如果你看好这个项目你可以购买代币 但是千万不要去REP成这个DKOI的代币 因为只有参与Launchpad的玩家需要换成DKOI的代币 每一次REP都会有1%的磨损 例如你换100枚的话 你只可以拿到99枚 从而让这个项目的QI代币 这个项目代币产生通缩 越多人使用这个项目 越多人来REP的话 就会让QI的代币市场供应量越来越少 反正如果你想要去看一些 BLC20的早期项目 建议大家可以来逛一逛这些Launchpad的平台 第二个要介绍的项目是Bullsbit 这是比特币生态当中 标榜自己为Restating的平台 似乎感觉对标的是 以太坊当中的EigenLayer 但是当然我觉得是有些差异的 毕竟比特币采用的是POW的机制 而不是以太坊的POS机制 这个项目也相当火爆 目前已经吸引到6亿美金的所长量 主要是因为这个项目 它说的故事足够性感 再加上背后的投资阵容也挺不错的 我们先来看投资阵容的部分 除了有东方投资者OPS和B信之外 他们也有很多的西方投资者 比如我最感兴趣的是Bankless 还有这个Dalfine都有投资他们 虽然不算是特别顶尖的投资规模 但是我会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我们来看一看他们说的故事 为什么说很性感 当其他人都在做Layer 2的时候 他们选择做一个 并行与比特币的Layer Y 但是不同的是 采用POS的机制 POS机制当中 引入双令牌的质押设计 由这个项目的平台代币 Rollspeed BB代币 还有BTC的代币 共同来维护这条链的安全 所以安全性上就用比特币来保证 存款进入这个项目的比特币 除了可以拿到这条链 POS的机制之外 他们还会结合CFI和DFI 做一些搬砖套利的动作 让存款的用户 可以获得这些搬砖套利的收益 获得更多的被动收入 也就是所谓的双制压 之后存款进这条链的比特币 也可以拿到一个凭证 这个凭证可以在日后的 DeFi项目当中 去做流动性挖矿 产生收益 或者做其他的用途都可以 基于一箱集点 他们就标榜为 自己是一个restaking的项目 但其实他们是一条 POS的Layer 1 此外呢 这个项目也受到 苹果公司很大的影响 Bouncebit旗下有一个 叫Bounce Club的DeFi生态 他们类似于 苹果的App Store框架 用户可以在这个 应用商店当中选择各种风具 来组建和自定义 自己的WebTrade项目 这个DeFi生态当中 目前已经有一些项目了 比如BitShop还有BitStable 一个是一个交易所 另外一个是一个 稳定币的项目 现在都已经有 蛮多的项目在上面了 要参与这个项目 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存款进入 他们的平台 之后可以拿到 空头的代币 但是这种存款 来获得积分之后 获得空头的机制呢 只对大户友好 如果你是小资金玩家 建议就别参与这种活动了 很有可能会被反录 你们可以从以太坊上面 用这个WBTC 存款进入这个项目当中 或者你们可以在 币安链当中 用这个BTCB呢 存款进入这个项目 都可以 但是这个活动需要邀请嘛 我们TalkChain也只有几个邀请嘛 会放在视频下方 如果你真的要参与的话 才拿来使用 如果不要参与的话 就让给其他 有需要的朋友们吧 另外一个参与的方式是 大家可以尝试 交互他们的测试网 在3月8号的时候 他们推出了测试网 大家可以去尝试交互一下 我会把官方交互的教学文件 放在视频的简介区 有需要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来看一看 这里要提醒一句 这个项目的做法 其实是不太去中心化的 他们其实也知道 他们选择拥抱合规的托管机构 来保护用户的安全 通过合规的C5托管机构 去帮比特币的持币玩家 赚一些链下的收益 这就是第二个项目要介绍的 第三个介绍的项目是Aless 这是一个在比特币龙头二层网络 Stacks当中的DeFi项目 之前说过好几次了 Stacks是二层网络的龙头公链 4月份会有个比较大的升级 叫中本充升级 主要会提高他们这条链的 交易确认速度 从而让这条公链的DeFi操作 可以更加便捷 过去这条公链的交易速度 要大概10多分钟 才可以确认一次 DeFi玩家会很嫌弃 但是如果顺利通过中本充升级 交易确认速度会大大提高 这条公链的DeFi生态就会崛起 而最大利好的项目 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Aless这个项目 打开DeFi欄网可以看得见 Stacks公链的生态项目 相对是比较匮乏的 绝大多数的所长量资金 都留存在这个叫做Aless的项目 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对比起很多所谓比特币生态的项目 很多项目其实都还在 纸上谈兵的阶段 不能够使用或者说 它们流动性不是特别理想 但是这个Aless已经是一个很老牌的项目 产品也已经开始使用了 而且这个项目当中 有大概8100万美金的所长量 流动性算是挺充足的 只需要等待Stacks这条二层网络爆发之后 吸引更多用户进入 这个项目就会有更多的用户了 它们的平台代币叫做Aless 排名也不算特别低 大概是全网294名 市值大概是2亿4千9百万美金 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大的项目 前几个月的涨幅其实很惊人 大概有六七倍的涨幅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尝试留意这个项目 如果在中本充升级之前 有一些低价的重码可以减的话 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当然了 如果你真的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强烈建议大家 真的来实际操作一下 你才能够真的了解这个项目 可以来流动性挖矿 目前的收益还算是挺不错的 好了 以上就今天的节目内容了 聊了三个差异挺大的项目 分别有在以太坊链上专注做 BLC20项目的Lunchpad平台 Coinpoint 还有比特币链上的Restating项目 还有比特币二层网络当中 龙头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Alice 希望这期视频对各位有所帮助 记得看 这期视频有抽奖的活动 欢迎大家参与 我是CH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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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